您好,黄总,远道而来赞助这个首席赞助,对吧,您介绍一下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Frank,在温哥华过来 这次是我们第二次参加一年一度的房博会 那么这个也是加拿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房屋跟家居的博览会 那么我们今年继续是担任他们的CEO酒会的冠名赞助 也是整个房博会的首席的赞助 应该来讲,大家很多朋友都知道房地产 很多华人朋友,尤其是华人朋友对房地产都情有独钟 那么房地产在过去的几年确实是受到了很多的挑战 尤其是利息不断的飙升 另外就是整个经济的形势也不是太好 所以这都给房地产行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也形成了一些挑战 包括是在那个住宅的市场啊 还有就是商业地产板块当中的 像这个写字楼啊 还有就是这个零售啊 这些的板块呢都受到很大的一些压力 不过呢就是永远都是 关上了一扇门 就开了另外的一扇窗 在商业地产方面呢 我们发现呢 在这个供应链物流的板块当中呢 因为受到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的影响了 是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些成绩 尤其是过去一年 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物流的地产的板块呢 有很非常涨出的一个进步 包括是像过去一年 这个不管是在控制率方面啊 这个加拿大的核心城市 像温哥华啊 多人多啊 都是维持着百分之 0.5到0.6的这么一个低的一个水平 另外呢 这个像多人多的这个租金的 这个涨幅也到了百分之十七点多 温哥华呢 就是涨的也是更厉害了 所以呢 从这个方面来讲呢 我们觉得呢 在现金的一些这个地产板块当中呢 工业地产的板块 尤其是供应链物流的板块呢 是现在一个长坡后雪的投资的赛道 那么也也是会有这个未来十年的 这个黄金发展的时期 像我们这个创新代理的这个MANA的工业地产基金呢 在去年也就是2022年呢 更是录得了这个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七的这么好的一个年度的回报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这次来到这个多人多呢 也是想跟各位的朋友 尤其是房地产业的一些朋友呢 分享我们在过去这一两年的一些心得跟经验 希望大家呢 也是能够在多人多 在温哥华能够找到好的一些这个投资的一些板块 而去年呢 我们到了多人多之后呢 也是在各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之下了 今年初呢 在这个我们的GTA West 就是Brempton呢 收购了两个大的物业 那么这个物业呢 也是是一个非常 这个优质的一些 这个供应链物流的一些物业 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 收购的价格很低 现在的这个租金也非常低 有很大的上升的空间 所以呢 我们估计呢 这个项目会有这个50%到80%的这个年化的回报 那么也是想介绍给朋友 那希望大家各个朋友呢 在加大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在这个很多行业 这个要转型的情况下呢 要搭上这个电商发展 这辆的这个时代的快车 能够让我们的投资 让我们的财富进一步的增值 能够在加大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生活了 好 谢谢大家